我覺得我在生命的課程 我覺得有關注到自己 是比較害怕面對衝突 或者是管是在工作上的領域 或者是人機關係上面的 或是機密關係上面 那我覺得面對衝突的這件事情 好像是我比較難的 比較沒有能力 或者是會有一些害怕 那目前其實也還沒有一個 要知道可以怎麼樣 方向可以走的方式 OK 那表示你是活著的 因為我們沒有人 會在衝突裡面自由自在 希望自己在衝突裡面 還可以自由自在 或者是還可以帶著歡笑 這真的是困難重重 為什麼 我們人的機能是 當我們碰到 我們從自古以來 當我們碰到老虎 碰到老虎 我們就會覺得自己會被吃掉 所以看到老虎 我們害怕腎上腺素激增 我們就衝啊 這個是我們很自然的反應 對不對 看到老虎 衝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跑得很快 衝得很快 然後跑完了毒素 陣上腺素 激起的那些毒素 跑光了之後 你就可以完全放鬆 全然放鬆 這個是我們人類最自然的狀態 但是現在所謂的文明 我們看到了 有一個人對於我們 然後我們就害怕恐懼 因為我們有一些過往的故事 我們有一些過往的經驗跟記憶 不愉快 在那個衝突當中 我們身體就會開始恐懼跟害怕 這個是一個孩子的心情 孩子只要看到爸爸媽媽吵架 他會覺得他的世界就崩開了 孩子只要聽到那個大聲斥責 他的身體會有那個腎上腺素 他會以為他要死掉了 所以照理講 那個腎上腺素來的時候 最健康的方式是 我們出去 男生就有發展出這樣的能力 就是他們可能去運動 就把那個腎上腺素 激起來的那些毒素給耗掉 然後可以完全的放鬆 女性一般不愛運動 所以那些毒素就在我們的身體裡 有一些人就透過罵人 讓他那個毒素釋放出來 那如果你也不會罵人的話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去把這個緊張去釋放掉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人寫作 有人畫畫 有人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把那一個緊張 身體裡面的毒素給釋放掉 運動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建議各位 下了班之後 如果你家裡有孩子 不要急急忙忙 匆匆忙忙的回家 找一個地方 讓自己可以穩定下來 你可以走路 提前公車或捷運站 提前移站 讓自己走路 穩定下來 讓自己換一個心情 換一個情緒再回家 一直到 有一天你真的 開始 有一些技巧跟方法的時候 你可以待在那裡 但是 那個是要學習 那個是要透過學習 在沒有學習的過程裡面 那種面對衝突 你會有心跳加快 會恐懼會害怕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通常女生的方式 可以找人講 可以找人聊 講一講話一話 所以說 這也是一種發洩的管理 所以 面對那個 那個衝突 我們有太多童年的記憶 在那個衝突裡面 那個恐懼 通通少 所以這是 需要一些方法 需要一些方法 在我自己的課程裡面 我會帶很多的方法去釋放那些 過去的那些 會完成的那些恐懼也好 悲傷也好 憤怒也好 那是有辦法 當他沒有釋放的時候 其實他是 卡在我們身體的 某一個器官上 這也就是為什麼 會有一些人 就後來會有一些生命 病變 胃痛 在工作上 你如果很緊張 競爭很激烈 你就很難以胃痛 他就是有一些習慣性的地方 會去累積我們的壓力 所以這些 我們可以學習 透過一些方法 那很多的朋友 可能沒有上課的經驗 那運動會是一個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是運動 但是我猜 我說了以後 你大概也不會去運動 這就是一直到你真的 開始愛惜了你自己 愛惜了你的生命之後 我們才會去做一些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有這麼大的耐心 在這裡聽我說這麼多 對我來說 你的身體 我的身體 就是神的殿堂 每一個身體裡面 都有一個神 對我來說 放下 越多 越來越輕越疏 因為 我知道 在那個神區裡面 住著一尊神 我跟你的差別只是 我知道你是神 而你不相信你是神 就這樣 所以真的一旦 我看到了神 我怎麼有可能 會有那麼多的職責 埋怨呢 當你還沒有看到你是神的時候 你還在那個性格 我直當中糾葛 所以苦的是你 我怎麼還會忍性格責呢 我期待 我們大家 一起朝著那個 發現神 看到神的人死的慈悲 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在這裡結婚 來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歡迎請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天是一次手上 都有拿到問卷 跟小江的簽到單嗎 那請記得幫我貼寫好你的姓名 還有一些資料以後 交給我們的紅色 背信的工作人員 另外因為今天人數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前面兩百張的椅子上面有 就是 內地雜誌 所以如果你坐在比較後面比較晚來的朋友 前面還有很多空位 如果看到雜誌喜歡的話 可以帶回家 另外我們這一次的 大家有在做幾張小卡的話 幾張這一次在 電梯門口出來的報到桌上面 那如果你今天有帶老師的新書的話 我們簽書的地點在隔壁的巴黎 所以歡迎大家留下來 就是 給老師簽名 那直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可以慢慢